一件国宝 一段往事 一件国宝 一段历史 欣赏国宝 历史离你很近 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 2005年的1月 30岁的毛红与湖北人张沐偶然相识 两个人天南地北地砍大山 说起自己的家乡 张沐说 我们早阳不仅有个中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秀 前两年还发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战国古墓 九连敦你听没听过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毛红一下子兴奋地两眼放光 试探性地问道 那里面肯定有好多值钱的宝贝吧 张沐小心地看了一下四周 低声说道 墓里最值钱的就是传说中的一颗金头 在中国湖北省早阳市的村民之间 一直都有一个传言 说的是 这九连敦下面埋藏着一位赵将军 而且这里的村民 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位赵将军的陵墓 而传说这位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金头 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相传在战国时期 楚国的楚怀王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 他为人耿直 清正连结 战功赫赫 后来被楚怀王封军 正是因为赵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 以至于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 更是被这些贪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一天赵将军觐见楚怀王 要楚怀王严惩手下的贪官污吏 赵将军情绪激动 与楚怀王顶撞了几句 赵将军在君主面前施了君臣分寸 惹得楚怀王十分不高兴 但是楚怀王并没有因此怪罪赵将军 还笑称 爱卿常年征战沙场 心性刚烈 直言尽见 本王不会记挂于心 可是回到自己宫中的楚怀王 其实还是生了一肚子闷气 楚怀王越想越觉得 这位大将军似乎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 而那些一直在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 一看楚怀王怒气难停 心想机会到了 从此以后 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 给赵将军设计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还每天都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 就这样 日积月累的谗言 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杀了赵将军 并且还把他的头砍了下来 谁知道 楚怀王砍了赵将军的头以后 这些贪官还是不解恨 竟然偷偷派人连夜潜伏到赵将军的家中 暗地里把赵将军的头颅给毁掉了 杀了赵将军没多久 楚怀王就后悔了 后悔一时听信谗言 错杀了一位忠良 于是楚怀王下令后葬赵将军 楚怀王下令要后葬忠臣 可是赵将军的家里却是哀嚎连连 赵将军的家人痛哭 是谁这么心狠手辣竟然毁掉王者的尸骨 原来那些奸臣毁掉了赵将军的头颅 一具无头的尸身怎么能下葬呢 楚怀王听了这个消息 盛怒的同时下令招选全国的能工巧匠 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 用纯金铸造一颗头颅 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 楚怀王再次下令 在赵将军下葬的夜里 连也建造了九座相同的墓葬 这也就成了后人所说的九连敦传说 九连敦里有个金头赵将军的故事 在当地人的口中说得头头是道 而赵将军是否确有其人 倒是被传得虚虚实实 真假难辨 而九连敦中最大最高的那座土堆 还被当地人称作鹰子包 以此纪念韩渊离世的赵将军 2002年9月 中国湖北省境内要修筑一条高速公路 而这条高速公路 刚好要横穿过早阳县的九连敦地区 在施工的过程中 九连敦中最大的土堆 被当地人称作鹰子包的土堆 还真就是一座墓葬 九连敦墓葬群的发现 与当地村民口中 无头赵将军的传说 竟然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 后来被命名为一号墓的鹰子包 包括相邻的二号墓 都被专家正式宣布 是战国时期诸侯级 封军以上的大型墓葬 既然时代等级都与传说相同 那么墓葬里是不是真的 有这位赵将军呢 而他的头是不是真的 就是纯金打造的呢 一颗金头不仅让九连敦 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 同时也吸引来了几个 想发大财的盗贼 来自河南省的毛红几个人 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盗贼 2005年的年初 老家就在湖北省早阳的张牧 在湖北省隋州市打工 认识了同为打工者的敖红 两人聊天的时候 张牧神气地说道 我们湖北早阳的九连敦 最大的墓我们都叫鹰子包 光那个鹰子包里面 就有上千件宝贝 青铜的 玉的 石头的 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 省里研究文物的人拉走了一些 那墓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呢 张牧的一些话 听得毛红心里蠢蠢欲动 为了证实张牧说的话 两人还一起到了九连敦转了一圈 毛红看着一个个黄土包 根本不像古墓 张牧就提议 不如多找几个人过来看看 一起研究一下 就这样 张牧拉着另一个湖北老乡 集结了八位从河南赶来的盗墓高手 再次查看过九连敦以后 就准备盗掘九连敦古墓群 这几个人经过研究 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墓里 估计已经没什么宝贝了 而且电视和报纸上 也一直都没提到九连敦挖出了金头 这就说明金头还在古墓里 这么看来 与一号墓相连的二号墓 里面的宝贝更多 而且也更有机会挖到金头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几个人到了湖北省早阳市以后 每天都在下雨 通往九连敦的路泥泞难行 一火盗墓贼心急如焚 一个星期以后 雨过天晴 毛红手下的八名盗墓贼 携带洛阳铲 钢管 炸药 矿灯等工具 来到九连敦古墓群 准备一举拿下墓葬里的宝贝 2005年4月15日晚上10点钟 几个盗墓贼到了现场 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打洞的时候 他们发现携带的炸药实在太少了 没法嵌入古墓 只好决定先返回市区 买到更多炸药以后再来盗墓 回到旅社的盗墓贼 赶忙联系了贩卖炸药的商贩 第二天就扛着铁锹 拿着炸药又来到了九连敦 等着一伙盗墓贼走到墓顶一看 顿时傻了眼 昨天挖的洞怎么没了 原来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 湖北省早阳市博物馆的领导 就来到了九连敦进行安全检查 他们发现九连敦二号墓的顶上 有个盗洞 盗口旁边还有某个面粉厂的编织带 经过分析 专家确定 肯定是一伙有组织的盗墓贼 要盗挖九连敦 在当天下午 博物馆就安排三个村民 把盗洞回田了 已经刑迹败露的盗墓贼 会不会收手呢 而公安干警 又能否把这伙人抓捕归案呢 几个盗墓贼发现盗洞没有了 心想肯定是盗墓的事情被发现了 一伙人从九连敦回到市区的旅社 从古墓空手而归 还没来得及抱怨 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打来举报电话 公安干警迅速将毛红在内的 八名盗墓贼全部抓获 这伙盗墓贼能够被成功勤获 还要归功于湖北省早阳市当地的村民 自从九连敦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 不断地有盗墓贼来到早阳市 这些不法分子都打着九连敦古墓的主意 当地村民自觉担当起了 保护古墓的责任 几次有人想要盗墓 都被村民及时发现并且报案 被这伙盗墓贼惦记的九连敦二号墓 后来经过专家的发掘 出土了一千多枚竹简 专家说竹简没有被毁坏 简直是天大的幸运 如果能够成功解读这一千多枚竹简 竹简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通过对九连敦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发掘 专家们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 它们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妇 二号墓虽然没有一号墓体积大 但是里面应该有的陪葬品 可是一件都不少 墓室和车马坑里面 都被陪葬品填得满满当当 通过对九连敦古墓出土文物的鉴定 专家发现村民口中的赵将军 很有可能是九连敦一号墓的主人 虽然九连敦一号墓的主人 现在还不知道确切姓名 但是从墓葬的形制 以及陪葬品数量与规格 与村民口中的传说 几乎是一模一样 而在专家们给九连敦一号墓主人 开关验尸以后 宣布检验结果 传说的金头是不存在的 因为墓葬主人 以及夫人的尸身都是完整的 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 一伙自认为计划周详的盗墓贼 想在九连敦发一笔横财 没想到最终栽在了一个民间传说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